好,在刚刚所提及的两个例子 你把同伴带的头灯当作是兽眼而射杀之 那你要知道,我要打猎,我不是要射人 所以怎么处理呢 我们当然针对物商的同伴 简单讲,你把三羊三书当作人 就这个世道人的部分,过失自能于死 如果没死伤害,就是过失伤害 这个我相信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头灯看成猎物眼,一枪打死了解夫 正对了解夫这个部分,过失自能于死 那如果他的同伴被打伤了,过失伤害 那我要跟各位说明,自由时报 当时呢,举了一个认为很雷头的例子 但是我们跟各位讲一步一样 钱尼设安纯,成物商律师 简单讲,美国前总统钱尼 他跟他的律师朋友会停顿 一起去打猎 但是他的律师朋友呢 技术比较好,先打到安纯 那他把安纯拿在手上,跟钱尼炫耀 所以呢,晃动 这样子,哎,你看我先打到了 结果,律师手上拿着安纯晃动 是要炫耀 钱尼以为安纯要飞中 因为在晃动嘛 所以开枪射安纯 而物商律师会停顿 哇,这个在当时呢 美国宣腾许多脱口秀啊 都把这个桥段拿出来表演 甚至,哎,可能是律师在美国的形象太差了 钱尼支持率居然还上涨 那各位,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 这个例子跟客体错误一不一样 我告诉你,不一样啊 这个东西不是客体错误 因为钱尼不是把安纯当作人 好吗? 这个跟上面 第二个例子 你把山羊 你把山猪当作人 而射杀猪是不一样的 各位,钱尼有没有把这个安纯当作是律师 没有啊 他没有把律师当作是安纯 没有,他们没有搞错 他要射的就是什么? 他要射的就是安纯嘛 但是他计数太差了 居然射到后面律师会停顿 这是技术不好 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打击错误 好,我现在开始进入打击错误的说明文 行为人所为的供给行为 以行为人行为失误 技术偏差 导致受损伤的行为客体 与行为人远遇损伤的行为客体不同 所以我们又称之为方法错误 打击错误 打击失误等等 来,我们看到具体的例子 甲律开枪射矣 我要射的是这一个 于开枪之际 保镖比突身保护矣 结果呢,保镖被射死了 各位,这叫做打击错误 我的目标是这个人 结果保镖护住 射到保镖 这叫做打击错误 我没有认错人 我就是要射雇主 但是打拼的 没有打中对象 好,再看一个 应该构成打击错误的例子 两派泄斗 同时路过的大学生 我又射的是帮派分子 因为正在泄斗当中 但是,枪林弹雨射偏了 所以,我们告诉你 流弹打中 路过的大学生 打击错误 好,第二个例子 甲鱼开枪射一律 我的对象是他 结果射偏了 后座力太强了 射到丙律 好,第三个例子 甲南与丙南 两人一,针锋吃醋 大打出手 甲南要杀的是丙南 结果因为引以劝架 刀子物重一命 这就是我们告诉你的 打击错误 好吗 我想有一个新闻跟栗山很像 我带你看一下 野镜被打掉 开车冲撞仇江 这个仇江是难的 结果撞到自己的包妹 我们告诉你 这是打击错误 因为我要撞的是仇江 但是仇江是难的 伸手利弱 跳开的 撞到自己的妹妹 这叫做打击错误 我没有误认哦 如果我今天将妹妹当作仇家儿 壮尸 这叫做客体错误 当然也有可能是客体错误啦 因为他眼镜被打破了 但是你的男的 我想还是分得清楚啦 那我再问一次 客体错误跟打击错误 你不一样 不一样啊 客体错误是 同一性发生誤认 如果我今天把妹妹当作是仇江撞下去 那叫做客体错误 但是我今天要撞的是仇江 我没有认错对象 但是仇江伸手脚剑 你车子开过来 跳开 结果呢 闪避不及的妹妹被撞上了 这就是打击错误 好吧 客体错误跟打击错误是不一样的 客体错误我们的处置方式 我们会分等价跟不等价来处理 记得哈 仇律跟仇律一样 A跟B 陈宏远跟连胜伟 我们在法律的评价上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到第四个例子 甲律开枪射杀仇律 但因为射击错误 未射中仇律 反而射中旁边的人行立派 这是打击错误 我要射的就是它 但是技术不好射到旁边 好 我们举了四个有关打击错误的情形来跟你说明 相信你应该对打击错误呢 有一定的了解 那打击错误常常会与客体错误发生混淆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好吗 就像我们刚刚跟你讲嘛 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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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两个例子拿出来做对照 同伴物己 我把同伴带的头跟当作少爷儿 射杀之 那你要知道 这是课题错误 但是前你要射安纯 我要射的是安纯 我也是对着安纯射 但是射到旁边的律师会停顿 这叫做打击错误 我没有把律师当安纯 我没有把律师当安纯 安纯也不可能当作是律师 安纯跟律师 体态大小差那么多 怎会产生误论 我射的是安纯 我也认知这是安纯 但是我技术不好 打到旁边律师会停顿 这叫做打击错误 所以一个是课题错误 一个是打击错误 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概念 其实是有雷同外观相似之处 那我们再看一次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课题错误 课题错误乃行为的主观上 误认其行为课题 因而发生主观与其行为 在客观事实上 所侵害的课题不相一致 前提是同一性产生误论 我要杀陈宏远 我把连圣文当 当陈宏远而射伤 这叫做课题错误 好吗 我要射的是山珠 但是 好 其实它是人 我把这个人 这个采布里当作山珠而射山枝 所以同一性产生误认 而打击说我再跟你讲一句 同一性产生误认 来看意义 行为人主观上 没有误认其行为课题 然而因其技术行为失误 导致主观欲想 导致主观欲想 与其行为在客观事实所侵害的 课题不相一致 好 我要射他 他 结果射到旁边 他倒地 这叫做打击错误 如果我今天 我要杀连圣文 我也朝着连圣文开箱 结果射到旁边 黄远圣死亡 这叫做打击错误 好吗 课题错误是什么 我把陈 我把连圣文当陈宏远 而射杀之路 那处理的方式 连圣文跟陈宏远等价 我如果要射的是 我如果要杀的是连圣文 结果没有杀到连圣文 杀到旁边的人 这叫做打击错误 打击错误 同一性没有误认 客体错误 同一性产生误认 我相信应该可以理解 那我们一起来看到 客体错误 我们分等价跟不等价 打击错误 我们怎么处理呢 看通缩跟实物 通缩跟实物 不区分客体等价与否 我们刚刚所讲的 例一例二例三 都是属于等价 例四 要射人射到人型立牌 就是不等价 但是 学说跟通说 不区分等价与否 行为人对目的客体 我要动手的对象 行为人云欲损章的行为客体 成立该罪的未遂犯 行为人对失物客体 行为人失物 就是打错了所损章的行为客体 成立过失犯 两罪系数一行为触犯 那宿罪人的想象禁合 从一众处断 所以你看到目的客体未遂 十五客体过失 好吗 这个我们再把这几个例子 拿出来看 我要射的是 雇主 目的客体 普通未遂 把保镖射死了 失物客体 过失致死 好吗 前提那个例子 我要射安存 安存射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目的客体是安存 但是 我射到旁边的律师 所以对律师会停顿 会造成过失伤害 那 第一 第二 第三 因为目的客体跟失物客体 都是人 所以我们就一定带过去 我们看律师 因为律师 一个是人 一个是人行利牌 那我们说不等价 但是偷说跟死物是不区分的 所以怎么处理呢 对隐礼的部分 成立普通杀人未遂 对人行利牌的部分 应该会成立过失回损 但是本法对回损 只处罚故意 不处罚过失 所以只有成立杀人未遂 这个就是学说上通说跟食物的处理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少数说 少数说是黄龙街老师的看法 他就如同客体初一样 区分等价跟不等价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分 第一第二第三跟第四 两大类来做说明的情况 黄龙街老师认为 既然是等价的错误 那应该成立杀人计税 来一起看 从构成要件本身 并未对被害客体有所区分 以杀人罪为例 法律概念上应该只有杀人的故意 而无所谓杀死哪一个人的故意 所以杀死哪一个人的故意 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 但就其被害客体的特定化 在法律上评价并没有意义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被杀死 就应该构成计税 所以第一第二第三 既然都有人死 既然已经有人死了 那对死的那一个人 就成立杀人计税 而不等价的客体错误 那应该成立杀人未遂 这个就是黄龙街老师的看法 那对黄龙街老师的看法 林三田老师是有所拼判的 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黄龙街老师这样的看法 基本上 你就可以看出来 客体错误跟打击错误 没有区分的实意 但是按照学说上的通说 跟实物的见解 有没有区分的实意 当然有 客体错误我们分等价 跟不等价玩家的处理 等价 杀哪一个人 性侵哪一个人都一样 就对实际上 遭到被侵害的客体 来主张是 杀人计未遂 性侵计未遂 那如果不等价呢 不等价就可以主却故意 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跟你讲的嘛 你把采孤女当作删除而射杀之 因为同伴带头羹 你物为少也而射杀之 主却故意 所以构成过失伤害 过失自能于死 但是通说实物 对于打击错误 则没有区分等价与否 就直接分目的客体未遂 失误客体过失 而黄龙坚老师 那不管是打击错误 或者是客体错误 都分等价跟不等价 那对于少数说 林三婧老师是这样批判的吧 少数说是把行为人的故意 视为主义择一故意 只能得出上述的结论 为事实上行为人的故意 难道没有针对特定的攻击主体吗 你看行为人的故意 只具体的针对特定的攻击客体 而不包含其他行为客体 不如择一故意的情形 因之少数说的见解 实不足以场性 那什么叫做择一故意 我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在构成道歉故意的时候 文真跟各位讲过 择一故意是 择一故意是指行为人 对于数个行为客体 何者发生一定行为结果 并无确切认识 但只要对其中任何一个行为 客体造成法律侵害 即与该行为人本意相符 我们举例子 回教激进组织 仇视美国人 一日该组织成员 借一大群美国大兵逛大街 借机会骚众即逝 只有开枪的机会 乃掏出手枪 对该群美国大兵开一枪 我要杀的是美国人 只要死美国人就可以了 至于死哪一个美国人 在所不问 这叫做择一故意 好吧 那林三田老师就是说 你把打击出物分成等价跟不等价 那等价即税 其实你就是 把行为人的故意当做是择一故意 才能够得出上述的结论 但是行为人的故意 有没有针对特定的目标 有啊 就像刚刚看到的案例一 我要设的是什么 我要设的是这个雇主啊 雇主死 哎呀 我报仇的目的才会达到嘛 死的是保镖 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啊 所以林三田老师说 王荣坚老师的看法不准才 这个你就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花很多时间 跟各位介绍完 客体错误 打击错误 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客体错误 我们的处理分等价跟不等价 而打击错误呢 打击错误按照通说 对目的客体构成未遂 对失物客体构成过失 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跟各位讨论因果历程的错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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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